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卡拉撒南达 我的师傅尼夏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识破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了点化的重要性 他继续讲的,其实点化就是证物圆满 Initiation is enlightenm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到上师的点化 不管我们认不认知到他是我的上师 或者是我是不要继续地追随他学习或者怎么样呢 你的证物圆满都已经保证了 也就是说呢,即使是你这一世 可能现在当下没有意识到这个真正的灵性的意义 在你的今后的人生或者是在你今后的再投胎再投胎的人生呢 你还是会走向最终的证物圆满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就是注定的 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太幸福 幸福来得太快的这样一个现实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所有的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证物圆满 我们只是来地球洗掉我们心中的幻象的 然后呢,我们就会离开这个维度 然后到更高的维度 当然我们都希望到更高的维度 而不是到更低的维度 也就是说呢,宇宙有14个世界 地球是排第7个 在地球之上呢,还有更高境界的这些世界 所以呢,我们都想要去最终极的世界就是凯拉萨 就是大师所来的这个源头的这个维度这个世界这样 所以呢,上师的出现呢,是人类能够超脱 或者是在地球上的生命不光是人类 可以超脱生死,走向最终证物圆满的唯一的可能性 这个上师怎么给我们证物圆满呢? 就是他的点化 所以呢,大家知道点化的重要性了 所以不管你能不能认知到 这个灵性的修行对你有多么重要 或者是,你下南达的大师到底是谁 你听到这个召唤 让自己现在不要错过的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来接受点化 所以呢,我告诉所有的同修 请你们现在 从现在开始不要错过大师的任何一段开示 在晚上呢,我们在微信群都会给大家 现场的通知 还有呢,参与到我们的Paramashiva Ham这个大课的课程 以及Paramashiva Ghana这个志愿者的团队 不停地和大师保持连接 不停地接受大师给我们的点化 这样呢,你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在地球上有意义的人生 就是走向正物圆满的人生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句话对你的重要性 就是不要错过大师的点化这样 而且大师也讲呢,星期天他就想要作为点化日 然后呢,在点化日之后的周一呢 就希望我们能够做干节食 就是连水都不要喝 所以昨天如果你接受了点化呢 今天星期一呢,你有做干节食吗 如果这次错过了,下次不要错过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李天亮灯》 好 那我谢谢大家